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8号星期五 为新疆发言的NBA球星坎特被NBA抛弃了 坎特他是土耳其裔的移民到美国的 在NBA已经11年了 也算老将了 去年11月入籍美国 从土耳其改成的美国人 入籍的时候给自己改了一个姓 改姓叫freedom 就是自由 你就说反正他是有追求 对吧 然后他批评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的这些事情 还有辱骂习近平 他对西藏台湾及香港都有支持 都有各种言论 反正对于中国现在搞这事都不满意 而且还呼吁全世界一起抵制 2022年的北京的冬季奥运会 那么2月10号在NBA交易最后一天 波尔顿凯尔特人队 用凯特 施尔德 菲尔兰多 三名球员交换了休斯顿火箭的赛伊斯 交换之后火箭队马上宣布放弃凯特 这样让他直接就成为了自由球员 实际上就两个队把提前做好了协商 进行了这么一种操作 骚操作 直接就把它弄成了这种 就是说 等于就是把它给抛弃了 实际上就这么个意思 而且就是在最后一天这样做完之后 他等于就没有办法再进入NBA了 他想他因为就截止日期了 最后一天截止日期 这么一个操作之后就彻底被NBA甩出去了 再想回 反正这赛季回不来了 下赛季估计就更够强了 他年纪也比较大 像迎在NBA打了11年了 对吧 年纪也比较大了 然后这下被甩出去之后 再没有这一年没有系统训练 回NBA 恐怕他就是非常的艰难 我想这个礼拜应该不光是火箭凯尔特人之间商量好了 还有NBA幕后的一些大佬们也都是 就是说商量好了 不想让政治参与到体育当中来 就把它甩出去了 就把它给抛弃掉了 凯特就是转发了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 就说我们现在都是现实主义者的文章 说NBA对待凯特就像对待维吾尔族人一样 眼不见心不凡 把它甩掉 假装看不见就完了 就把它解决了吧 这问题 反正是说这样的不对 太过于现实了 然后凯特很快过了几天 就获得了挪威议会的提名 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要讲给他 当然能不能给放一边 但是反正就是现在是提名了 作为候选人之一 凯特表示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感到很荣幸 他说有时候表明立场比领到下一份薪水更重要 有时候虽然我丢了工作 领不到下一份薪水了 但是比领立场就更重要 然后有30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公开信 呼吁凯尔特人与凯特一起站在历史队的那一面 不要放弃他这名球员 不要抛弃他 但是看来也没什么用了 说实话 凯特他有他的自由和任何的权利 要讲任何的话批评谁都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绝对支持他的言论自由 NBA的这种行为 说实话我觉得非常糟糕 NBA这么做真的是 但是当然NBA也是他要从商业考虑 有这么个宝贝在这 转播什么的都有问题 所以把他抛弃掉之后 就接着该挣钱挣钱该干嘛干嘛 当然NBA这种行为的确是不太好 当然他们批评美国总统的时候 批评美国政府的时候 可不是这种待遇的 对不对 简直都当英雄 对吧 但是对于诺贝尔和平奖 我也要说 就是说该肯定的肯定 该批评的批评 诺贝尔和平奖 已经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 就是说一个玩具了 就是变成了就是说 西方他们这些官老爷们的一种 就是说发声工具 当成一种宣传工具了 就是说我们想让谁得 谁得 我们想让谁得 就不让谁得 当年奥巴马刚刚选上了总统之后 什么也没干 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我们就觉得这够扯淡了 对不对 川普的四年为世界和平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对吧 把以色列的问题 中东的问题解决都非常的好 跟北朝鲜的关系的改善 甚至如果川普再往下做的话 可能南美朝鲜 可能就要有中战宣扬了 是吧 当然川普下去 川普要没下去 其实也就差不多了 可以说做了这么多的工具 而川普却没有得到 诺贝尔和平奖 对吧 那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喜欢谁 或不喜欢谁了 就是说你行 你就行 不行也行 说你不行 你就不行 行也不行 对不对 基本上这么个意思 至于凯特 他这个行为 我们绝对 就是说支持他 支持他的言论自由 我们誓死捍卫 他的言论自由 但是凯特这个行为 有没有到了 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地步 我觉得这有点上纲上线了 是不是 作为一个候选人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合格 这个世界上 在呼吁维尔族 呼吁新疆问题 呼吁香港问题 呼吁台湾问题的人 太多太多了 对不对 那把它拿出来 这是干什么 一个当然羞辱习近平 羞辱中国 另外一个羞辱恩卑 羞辱美国的这些 就是说企业家 是不是 把他 把这个坎特的 当成了一个工具人 在使用 那你 你把他 把他 把他这个人 当成一个工具人 去使用也就算了 但是你把诺贝尔和平奖 当成了什么呢 也当成了你的一个玩具 是不是 你这样子的话 以后让我们怎么 再对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 去这个缩人起敬 对不对 你像我们现在看 奥巴马德的诺贝尔和平奖 就水的 水的 一个完全一个水货 水的要命 对不对 就是说谁得 谁不得的话 变成了一种 你们用政治需要 变成一种政治工具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还有任何的 就是说尊重可言吗 我觉得我希望 这个 挪威他们的这些议会 或者 挪威讲的 这个组委会 也应该就是说 思考一下 这些东西 不能拿来这么玩 是吧 你这么搞的话 对吧 就成了 就没有公正性可言的 也没有公正性 公平性可言的 对吧 好吧 这期间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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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